中国全面封锁六四事件消息 连社群媒体都禁止换大头贴 就怕中国网友换上蜡烛照片悼念六四 回答执行长黄仁勋 今天在全球媒体记者会有问必答 曝光在台湾设厂的关键原因 较到精彩内容 请锁定今晚自由报新闻 欢迎收看自由报新闻 你好是李月琪 来关注到今天是中国六四事件35周年 我们也看到在纽约时代广场的LED墙 竟然是出现大大的挺台广告 非常吸睛 是克金阿公阿嬷集资来租下的 而台湾青鸟行动飞向国际大动作 来捍卫自由民主 同样是在6月4号 我们也看到中国是没有人敢说真话 怎么说呢 先看到的是1989年6月4号 中国北京天安门广场爆发大规模抗议 当时中共解放军屠杀示威民众 不过现在在中国社群上呢 却不能换昵称或是头像 那么就在这个敏感的时刻呢 是因为过去有人刻意选在6月4号 来换上蜡烛的照片 来悼念六四 不过对于年轻一代的中国人 很多人都不知道 很多人是误以为是什么 是因为高考要到了才导致的 那么中国网友懂的人就说 说了是要封号的 你也查不到 但是也有人说之前还以为六四事件是假的呢 连中国游戏公司都宣布在这一段时间 禁止在游戏里面打次聊天 那么就看到中国政府全面来封锁消息 我也看到这个照片是过去香港维多利亚公园 过去有18万人来参加这个六四纪念晚会 今天却变成什么 变成要庆祝回归的市集 实在是很不一样的 那么也要看到的是香港艺术家陈塞木 也看到他今天是在空中写下8964 那么这个举动马上就被注意到了 随后也看到是被香港警察带走 而在台湾政坛又是怎么说呢 先是总统赖清德就强调 台湾是从威权走向民主 有野百合、野草莓、太阳花 现在还有青鸟行动 那么行政院长卓榮泰也说 台湾走过威权的时代 当初也是一个一个把遗忘的名字找回来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说 小时候也是有对228尴尬不安的时期 那么他就对中国政府喊话说 要平反六四面对自己的历史 我也看到是国民党主席朱立伦的 这样的一番话呢又引爆网友不满 他就说每年必须要纪念六四的理由 是因为两岸的命运紧紧相依 这是中国历史不能被磨去的一页 那么台湾网友看了就气得直说 讲了那么多都没有一句话敢批评中国的 更说今日八九六四 明日九二共事 炮轰国民党就是民主的绊脚石 而也要看到不同世代是怎么看六四四件的 中央社就采访到不同世代的 那么第一个是要先看到年轻一代的青鸟人呢 是认为这是他国事务但是要支持 同样追求民主的伙伴 那么太阳花世代的代表人物是 金明莲召集人赖中强也说 台湾现在声援中国还有香港的民主运动 证明台湾是站在民主价值 还有自由人权的这一边 那么三一八的干部黄晏如是说 在中国政治环境下 中共的抗争者一定是更加危险的 而野百合世代是立委范云说 当时威权主导下的媒体都在大肆的报导 六四事件却扭转了社会对学运保守的看法 也是有利后来野百合学运的发展 那么作家周一诚也说 野百合学运是启动台湾民主改革的板机 但是中国的六四却是以镇压告终 让中国人要求民主的呼声被压抑了非常久 美国专家就观察国际社会现在对中国的警戒 是比六四事件之后更多的也不再局限 是只有西方国家 那学者也说纪念六四现在已经超越统独的观念 而且是一个国际性议题 好来看到辉达执行长黄仁勋今天行程满党 也可以看到他对于民众要求签名是来者不拒的 那么今天下午有召开全球媒体记者会 场外先来接受媒体联访 尤文毕打定美琴 我们将开始一个新的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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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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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也要看到回答 執行長黃仁勳說了 要在台灣設立研發中心 未來五年內還說 會再招聘1000名工程師 那麼大家就非常好奇 地點會是在哪裡 他也說了口袋名單 點名了台北 台南 還有高雄 那開玩笑說 先看看哪個城市 有很棒的夜市 那麼他在台灣這幾天 經距不斷 除了說台灣是非常重要的國家 更說台灣是AI革新的後盾 那麼財信傳媒董事長 謝金河就點名 他說黃仁勳成功化解 來自中國的壓力 讓台灣也受到國際關注 那在記者會上媒體就提問 會不會擔心地緣政治的風險 黃仁勳就說了 會把據點選擇蓋在台灣 是因為台積電超棒 而且彼此都合作超過25年 超有彈性的 也想過可以在別的地方蓋 但老實說很難 更強調說如果你來自台灣 應該為此感到驕傲 也下質疑跟台積電合作更勝地緣政治 挺台力道不手軟 好也要看到國民黨立委 傅昆奇強推花東建設三法 引起各界強力反彈 現在呢連民眾黨立委 黃國昌也不停了嗎 因為黃國昌可以看到他說 不贊成傅昆奇用特別預算的方式來處理 應該等新的交通部長到任 來提出專業意見再做進一步的評估 那外界就認為民眾黨這樣說 是有意要撕去所謂的小藍標籤 那麼黃國昌受訪時也提到 對於花東三法的推動 還是保留態度 民進黨立委王定宇就炮轟了 他在臉書發文痛批 傅昆奇強推的錢肯法案 還對民眾說 國內跟國際的BOT 政府可以不用出錢 但是在草案裡卻寫了 如果沒有廠商投標 政府還是要列預算 王定宇就說這根本是詐欺的行為 那麼他也強調 花東建設三案的難度跟預算都非常高 痛批沒有可行性的評估 也沒有專業規劃的三大前科法案 恐怕之後會產生預算排擠效應 法案一旦通過 還會衝擊到各縣市的公共工程預算 那麼傅昆奇的法案爭議不斷 藍白合作是不是會因為這樣出現變數 而在野黨的關係 又會如何影響國會秩序 各界都高度關注 感謝你收看今天的自由報新聞 歡迎在底下留言跟我們分享 也別忘了幫我們按讚 訂閱開啟小鈴鐺 鎖定更多交點話題